挖爸爸的車 要很大一台 台 沒水了 這隻也沒水 爸爸 你在做什麼 爸爸在工作啊 那你要做多久 不知道大概兩個小時吧 兩個小時喔 好那我等你喔 好 爸爸 你在做什麼 爸爸在處理工作的事情 爸爸爸爸那你要做多久 爸爸剛剛說過大概兩個小時會做完 兩個小時喔 好 一小時 兩小時 時間到 爸爸 滴滴 你到底要問幾次 爸爸在工作大概兩個小時會做完 如果你一直問的話 爸爸就一直做不完 一直做不完 一直做不完 你知道嗎 先不要吵爸爸了好嗎 爸爸 那你不要那麼兇啦 那你等一下來陪我喔 爸爸好兇喔 好兇喔 瓦斯爐又不關 真的是 我的湯啊 我的湯 我的湯啊 媽 我已經幫妳把火關掉了 妳不要每次火都不關 這樣很危險 妳知不知道啊 好 我知道 我知道了 知道 每次都知道 妳在工作啊 都會要 我在工作啊 對不起啊 媽知道媽老是忘東忘西的 打擾妳工作了 謝謝妳啊 奶奶 我好餓喔 有沒有東西 姐 姐姐 姐姐 妳在幹嘛 妳走路差點跌倒 妳是不是又走路不看路了 沒有 爸爸 這邊地板怎麼... 地板怎麼樣 一定是妳又下樓梯的時候 在那邊看手機對不對 我哪有 每次叫妳們走路不要看手機 妳們就不聽話 那如果跌倒受傷怎麼辦啊 我沒有 妳沒有 妳每次就是這樣子 還在那邊沒有 真的沒有啊 姐姐 妳先去坐啦 怎麼那麼兇啊 對啊 爸爸今天好兇喔 姐姐 妳沒事吧 奶奶 我跟妳說 我剛才下樓的時候 那一塊地板 那一塊 她濕濕的 所以我才會不小心滑倒 我根本就沒有在用手機啊 對不起啊 姐姐 那塊地板會濕濕的 應該是因為 奶奶把衣服拿去脫水的時候 那衣服上的水滴到地上去了 才害妳滑倒的 披衣服啊 對 妳們有沒有覺得 爸爸今天好像吃炸藥啊 很兇耶 爸爸今天超兇的 爸爸剛剛也對我超級兇的 我剛剛只是彩色筆沒有水 想要去問一下爸爸 結果我一講話 爸爸就變得好兇好兇好兇 害我都不敢講 弟弟 妳沒事啊 沒事 妳彩色筆沒水了是不是 我等一下拿我的給妳 可以嗎 謝謝姐姐 不要難過 那個 弟弟 姐姐啊 不瞞你們說 其實 剛剛奶奶我 奶奶 妳怎麼了 我剛剛啊在燉湯 然後忘記關火了 就匆匆忙忙跑出來 還好啊 我已經被你們爸爸關了 可是 可是他也對我 對我 對妳 對妳怎麼了 很兇 奶奶妳不用難過了 爸爸對妳很兇喔 爸爸很壞 我覺得爸爸今天真的很奇怪耶 他平常都跟我們說 孩子們 有話好好說 可是他今天根本就沒有好好說啊 而且他都不肯聽我們說 這樣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要去找爸爸 好好溝通 對 要好好溝通 沒錯 要好好溝通 那我們找誰去溝通啊 弟弟妳啊 妳是男生耶 妳去妳去 我去 姐姐妳年紀比較大妳去啦 我這麼可怕耶 奶奶妳啊 我啊 我不行啊 我怕啊 我怕 可是 我們更怕 我們更怕 好…好吧 奶奶去 奶奶去 而且奶奶啊 爸爸是妳的兒子耶 妳是爸爸的媽媽 兒子都會聽媽媽的話 所以當然是奶奶妳去啊 你這麼說好像有點道理喔 好 自己的兒子自己教 這個重責大人就包在奶奶身上 奶奶好帥喔 奶奶加油… 奶奶加油… 加油… 那個 兒子啊 妳可以過來一下嗎 媽 我在忙 妳先等我一下喔 先不要吵我 好… 怎麼 爸爸說爸爸忙耶 奶奶 妳不可以就這樣半途而廢 妳要拿出妳媽媽的氣勢來 媽媽的氣勢 再一次 再一次 好 加油… 兒子啊 那個 媽有事找妳商量啊 妳可以先過來一下嗎 好 媽 應該是有什麼急事吧 嗯 怎麼了 什麼事啊 兒子來坐… 你最近是不是 工作比較忙 壓力比較大 壓力比較大 最近工作比較忙 是 有忙那麼一點點啊 但壓力大 我倒覺得還好耶 嗯 那你知道 妳剛才對我們 很兇嗎 嗯 很兇 有 有 有 很兇 有 是啊 妳剛剛啊 不只兄弟弟 罵姐姐 妳連 我也 奶奶 妳不要難過 好… 奶奶沒事 奶奶沒事 沒事喔 沒事就好… 唉呀 唉呀 兒子啊 我是說妳啊 嗯 唉呀 有的時候 那個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妳應該先暫停一下 觀看一下事情本身 再發動妳的情緒嘛 媽 妳這個意思我有點不太懂 欸 暫停發動 嗯 那個兒子啊 妳有沒有想過 剛剛弟弟為什麼要吵妳 那姐姐為什麼會滑倒 還有 媽我為什麼會忘記關火 這些妳有想過嗎 這哪有為什麼啊 妳們每次就這樣子啊 爸爸在工作的時候就過來吵啊 然後姐姐每次下樓梯的時候 就不看啊 然後這邊滑手機啊 妳就是老師那邊煮東西 就不關火啊 那妳們就老師這樣子嘛 妳什麼老師這樣子的 唉呀 我跟妳說喔 弟弟呢 她會吵妳 是因為她的彩色餅沒水了 還有姐姐 她是被地上的那山水啊 不小心滑倒的 還有 媽我呢 我承認我雖然老是忘東忘西啦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啊 這次要不是妳爸 叫我去拿那什麼絲法 拿什麼啊 那個 濕衣服拿去脫水 我才會忘記關火的嘛 原來是這樣子啊 不過 不過就是 當下就害怕妳們受傷啊 會覺得 可能危險啊 我就比較急嘛 我急的時候就聲音比較大聲啊 對不起 沒事 沒事 媽知道啊 這都是妳對我們的愛 所以妳才會著急會生氣 對 可是就像媽剛才說的 光看事情的本身 用關心代替責罵 這樣不是更好嗎 媽 姐姐 弟弟 對不起啦 爸爸下次會冷靜一下 然後好好的跟妳們說 去瞭解事情的原因啦 好 原諒爸爸囉 原諒爸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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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幫忙 太開心心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各位同學 今天你快就先上到這邊 回去把26頁到28頁的作業寫完 明天要記得教喔 好 才不好 好 老師 怎麼這次有三頁的功課啊 寫不完 太太 老師知道妳很喜歡打籃球 可是妳要懂得分配運動時間 還有寫作業的時間 這樣妳就寫得完啦 對 對啊 而且太厲害 這些題目我看了一下 都蠻簡單的啊 一下子就可以寫完了 而且寫完還可以吃點心 沒錯 還是這樣說 哦 太太 這些題目看一下蠻簡單的啊 一下就寫完了 寫完還可以吃點心 拜託小福 妳是資優生耶 我是一般生而已耶 我的頭腦跟妳的頭腦不一樣 好了 太太 如果妳有問題的話 可以請教同學啊 我相信他們會很樂意跟你說的 好嗎 好 好 那下課囉 起立 綠正 來 敬禮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同學 老師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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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說坐下 誰說下的 我還沒有說坐下 下課了 下課了 你下課了 好了 你先寫功課啦 趕快寫完啦 怎麼會打球 打什麼球 我就看不懂啊 可是這也不會啊 怎麼那麼難啊 太太不要唉聲叹氣的啦 老師剛剛上課 不都上過了嗎 很簡單啊 你如果不會 你往前翻 再來往前翻 對不起啦 你看你說話的樣子 你不會的話就往前翻 再往前翻 大叔 你怎麼講得好像很easy一樣 你就都會嗎 我看 來 你寫 這本來就很easy啊 好 這一頁呢 這個就 就是 是什麼呢 為什麼那麼難啊 你們是說都會嗎 easy 好 趕快問掛掛 掛掛 這一題教我們一下 好 我來看一下 這一題很難 這一題 我 我 這一題 我們去問小福就知道了 你說你們兩個 不是 我這題剛好不會 其他的我都寫完了 走 我們去問他 這樣子作業會寫比較快 還輸你們 小福 不好意思 金金借過一下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你 這一題要怎麼寫 它的答案是什麼 我很簡單 它這裡是問錯的 所以用刪去法 好 三 這個就是答案 又是這樣子 還有這種方法 這麼簡單 呱呱 原來你也會有不會的題目 我以為你什麼都會 小洪 你 你剛剛說的話是怎麼意思啊 對啊 沒有啊 我想說你是班長 又是模範生 然後呢 平常服裝引容整潔 看起來很聰明的樣子 小洪 請你暫停 你 你說話的樣子我不喜歡喔 我又沒有說什麼 你 你剛剛說的 你 我就不喜歡聽啦 就很難聽啦 你等一下 就不舒服啦 你 過話 等一下 我又沒有說話什麼 他為什麼動不動就要哭啊 你太要哭了 不是很好哭嗎 我哪有啊 小洪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啊 有點過分喔 對啊 而且我們只是來問小福問題而已 你幹嘛這樣說呱呱啦 小洪 我也覺得你剛剛說得有點太over了 你要去跟呱呱說對不起喔 呱呱啊 別哭了 我有衛生紙 來 別哭了 別哭了 來 給你 衛生紙給你 這麼難過 再來 好了啦 夠了啦 不用那麼多擦啦 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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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跟瓜瓜說個對不起 沒關係 因為其實大家本來都有很多不擅長的地方嘛 所以同學們互相討論也是很正常的啊 就說啊 好啊 我說話直接是我的錯 可是 他 他動不動就哭 我哪有動不動就哭啊 就是愛哭包 愛哭鬼啊 不是啦 愛哭鬼啊 小洪 你後面那個就說太多了 你這樣真的會讓人生氣耶 對啊 他怎麼可以說瓜瓜 愛哭包 愛哭鬼 他只是感情比較豐富 你快去道歉啦 我不要 他本來就是愛哭包 愛哭鬼 而且很愛找人啦 來喔 你就跟他說對不起一下就好了 我不要 愛哭鬼 愛哭包 瓜瓜眼淚擦乾 沒事 沒事 不要難過 對了 大樹 你還記得上次小洪參加那個什麼歌唱比賽 唱什麼歌 他唱 小欣欣那超難聽的 五音不全 對 很難聽 哪裡難聽 小洪很難聽 怎麼樣 你剛剛聽到我們說你唱歌不好聽 心裡有很開心嗎 不舒服吧 我唱歌明明就沒有五音不全 那我先唱給你們聽 我拜託不要 一聲一聲亮晴晴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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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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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來到 趕快回位子了啦 你不要再講了 我唱歌 沒事 我去找媽媽啦 怎麼了 我沒事沒事 各位同學 發生什麼事情了 為什麼這樣吵 太太 你說 老師 就剛剛你上完課 大家就在寫作業 那我們有一些題目就不會 想說去請教一下小福他們 結果小紅就說一些 不好聽的話 然後說呱呱這些話就很不舒服 讓他哭了 對啊 然後我們請小紅來跟呱呱道歉 小紅就是一直不肯道歉 還一直說他是愛哭鬼 愛哭寶 然後呱呱就很傷心啊 一直哭 我就去安慰他 可是老師後來大叔跟苔苔 也有來罵小紅說他唱歌很難聽 所以兩邊才會開始吵起來 會 小紅 你可以跟老師說說 你剛才到底說了什麼話 讓呱呱哭得這麼傷心嗎 老師 我就只是說 平常呱呱很聰明啊 又是班長 又是模範聲 應該什麼都會啊 沒想到他也有不會的題目 要來問小福 所以我就覺得 他好像什麼都不會 老師 他才不是這樣子說的 老師他剛剛是這樣子 哎呱呱呱 沒想到你這一題 也要來問小福 我以為你服裝儀容 都會很整齊 又是模範聲 又是班長的 沒想到你連這題也不會 然後又說我是愛哭貓 好了 好 國光你先冷靜 台台你安慰一下瓜瓜 好 交給老師來處理 要哭了 不哭了 小洪啊 雖然說說話直接 可以直接 清楚地表達我們的情緒 還有感受 可是 如果你太直接 再加上態度不好的話 很可能就會讓對方 感到不舒服 甚至讓對方感到很受傷 你看 你剛才脫口而出的話 就把人呱呱哭得這麼傷心耶 還有啊 我們話說出口了 就沒有辦法再收回了 如果你說話再帶著刺 不小心刺傷他人 這樣不只會傷害 朋友之間的友情 甚至你還有可能 會因此失去一位 非常重要的朋友喔 這樣你覺得真的值得嗎 不值得 老師 我知道了啦 其實我也很喜歡 瓜瓜這個朋友 對啊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在說話之前呢 都要好好的想一想 說出來的話 到底會不會傷害到對方 說話直接 不代表就沒有惡意喔 因為啊 你們說出來的話 有可能是嘲笑對方 或是開對方玩笑 這種話是不負責任 而且不顧對方感受的 這樣的行為是很自私的喔 老師我知道了 我說話直接 也有可能是 沒有同理心的表現 對啊 所以說話是一門藝術 如果我們大家可以更有同理心 更站在對方的角度 去為對方設想 那說出來的話就會更有溫度 我相信別人也會更樂意接受的 好嗎 好 那你是不是要跟瓜瓜道歉呢 不要再哭了啦 你還不哭 瓜瓜 對不起啦 我不是故意說你是 愛哭鬼 愛哭包 對不起 沒關係啦 可是小紅妳剛剛說的話真的 真的讓我很不舒服 很難過耶 我知道了 以後我說話的時候 一定會先想一想 然後說話不會那麼直接 一定會想到妳 可以原諒我嗎 妳說到妳下次不可以這樣子喔 嗯 好 打勾勾 打勾勾 蓋印章 說話算話 好 小紅很棒喔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說話之前要想一想 當個有同理心 並且有溫暖的人 好嗎 好 那那個台台還有大樹 你們是不是也要跟小紅道歉啊 對 他們剛剛說呢 我唱歌很難聽 老師 那是因為她一開始 不先跟瓜瓜道歉啊 所以我才會以報之 我們才會以其人 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聲啊 對 說她唱歌不好聽 好啦 嗯 小紅 對不起啊 我們不應該這樣說嘛 嗯 對啊 我們剛剛其實只是為了挺瓜瓜而已 才對妳講話那麼難聽 小紅 對不起 沒關係啦 我知道妳們是想要幫瓜瓜 所以才故意這樣說我的 我們沒有故意啊 不是故意的喔 不可以這樣喔 沒關係 我現在唱給大家聽 再一次喔 小紅 老師今天剛好要教大家唱小星星 好啊 那我們老師我們趕快來學好不好 好 小紅 小紅同學坐下 好 一閃一閃亮晶晶 換你們 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幫忙 太開心心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歡迎來到這一家 歡迎啊 我最愛的哥哥姐姐 我最愛的姐姐 我最愛的姐姐妹妹 有時吵吵 有時幫忙都OK 歡迎啊 想親 想愛 兄弟姐妹 快樂 長大 兄弟姐妹 我們一起树擁 바� 我 emitted自己擁有媛媛 我們一起擁有媛媛